由退休军人成立的清新协会 今天特别成立全国的马无后援会 马总统亲自授旗 现场是热闹滚滚 除了再次宣扬自己的政绩之外 马总统还是继续强调 他说九二故事 就算是民进党不断否认 但是白纸黑字都有 就是事实 亲自授旗给各县市清新后援会会长 热情的家要生都快把屋顶给掀了 面对台下上百位清新会会员 马总统挂在嘴边的还是九二共事 有人说哪有九二共事啊 各位名称不重要 名称是后来取的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 名称都是后来取的 没有当时开会之前就是 我们要去创造一个九二共事 但是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而且是白纸黑字都有的 双方往来的传真 清清楚楚都在那里 但是有些人就是要否认 和蔡英文的台湾共事大战 马总统还不打算休兵 而蔡英文仍在美国展开铁人外交行程 马总统仍在国内一整天 也没喘口气过 上午先是到花莲 吊咽失事的飞观 接着和网友面对面谈天说地 而竞选办公室也不是关门休息 同时推出竞选短片 爱国欺骗 不论是出国念书的留学生 用国旗贴纸点缀行李箱 还有诸外人员热情挥舞国旗 介绍台湾 还是老先生国庆日前 在大街小巷画国旗 种种爱国旗的小故事 搭配国旗歌 有多爱国 每到总统大选 蓝绿政治人物都会不厌其烦 一讲再讲 女性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